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國迪士尼 每天都得要看新聞 充實自己各方面的知識 才能夠知道怎麼播新聞 還有鳳文也是一門大學問 如果自己懂得不夠多 鳳文就不夠深入 只是很多人想問 怎麼樣才能夠像祝勃講話一樣 自證腔圓呢 而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新聞播報真的很辛苦喔 那說到新聞 新聞怎麼說呢 為什麼主播有一次可以自證腔圓 有什麼自我學習的方法呢 平常的時候不能跟風跟流行 跟人家講台灣國語 否則你的發音就會變得很特別了 另外呢 主播也常常會遇到訪問 鳳文 遇到鳳文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事前一定要做好準備的工作 然後一定要仔細聽對方的一些問答 不一定就會讓你挖到大獨家 平常會不會有一些職業病呢 要多運動避免感冒 否則的話失聲 那麼上了新聞 你就知道多窮了 就會變成卡卡主播 心本家庭路動辛苦 主播的工作也很辛苦 沒有假日之外 更是風雨無阻 很多時候都得堅守 心本敢胃 沒有辦法隨時陪在家人的身邊 而且為了講求效率 常常得要趕時間趕心本 所以光鮮亮麗的背後 他們也相當散忙大邊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跟著敏華來認識這座新聞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個工作 謝謝你們的努力 當然囉 我們認識了許多新的詞 來複習一遍吧 來看第一個詞就是新聞 新聞 新聞 從事新聞工作 有很多的採訪 這個訪問 訪問的客家話 就叫做鳳文 鳳文 第三個 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喔 來看他這句話就是 新聞工作很辛苦 新聞給頭路都辛苦 新聞給頭路都辛苦 當然各行各業的人 都非常的辛苦 大家要一起加油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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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syner陽明家 我們下個月 再次回到 就問他 我們下個月 我們下個月